2022年4月1日这一天是海空卫视王伟壮烈牺牲的第21年 21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也不敢忘记 大家好我是国研沐缠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2001年4月1日美国海军的EP-3侦察机闯入我南海空域 王伟奉命驾驶歼8战机前出拦截 歼8是一款高空高速截击机 拦截上场低速飞行的EP-3侦察机如同快马要和老牛保持步调一致 何其难言 美方飞行员深知双方的机能优缺点 故意将EP-3侦察机保持在较低的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 迫使王伟坐机以极端不利的飞行姿态与其伴飞 妄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逼退我方 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王伟仍然坚持与美方飞机周旋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对抗中 王伟坐机冒着失速的巨大风险 始终紧咬EP-3不松 直至最后两机相撞事故发生 受损的EP-3侦察机不得已迫降在海南岛上 而王伟所驾驶的歼8 却永远消失在了南海的浪涛之中 虽然这起撞击事故是美方飞机有意挑衅在先 但事后美方却表现得极为蛮横无礼 CNN主持人甚至还在节目中公开秀下线拉仇恨 用Rong Wei这样的谐音来嘲讽王伟的名字 面对中方提出的赔偿要求 美方最终只给出了一个极具羞辱意味的数字 34,567.89元 那是一个敌极端强我极端弱的灰暗年代 美国人以为这种横行霸道的好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 可惜他们错了 而且是大错特错 20多年以后在美国最靠北的阿拉斯加州 杨洁篪委员和王毅外长在谈判桌上直面美方代表布林肯和沙利文 美方依旧七眼嚣张 可身处克长的杨洁篪和王毅却神色自若 当着美国人的面 杨洁篪说出了那句多少年来一直压在万千中国人心里的话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这一回美方毫无办法 后来在王伟烈士的幕前 有心人为他带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杨洁篪不怒自危 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过人胆识 像极了当年在南海上空死死咬住美军飞机的王毅 2022年3月 美国空军将领公开承认 美军的F-35战机曾于近期在东海上空 与解放军的歼20发生近距离遭遇 并称解放军飞行员和歼20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月31日 中国国防部回应称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建设 包括空军主战装备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但还有不少发展空间 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敢于亮剑 善于亮剑 在王伟烈士牺牲21周年到来之际 国防部的这个回应 无疑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从CNN主持人用谐音玷污王伟烈士的英灵 到美国空军将领公开承认对歼20印象深刻 21年过去了不是美帝国主义讲道理了 而是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的更强大了 真理存在于歼20的航程之内 存在于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射程之内 美军飞行员这一回终于看懂了 没敢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咄咄逼人 只是和歼20打了个照面 便迅速脱离戒处 跑得比兔子还快 时至今日 王伟烈士的墓前依旧摆满了鲜花和战机模型 王伟生前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 今后即将迎来中国的国产隐身舰载机 人民海军很快也会拥有新的国产弹射航母 王伟当初对于一支强大海军的几乎全部期盼 我们今天都一一实现了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母编队 甲板已近空 8192请你返航 王伟同志欢迎回家